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所生产的电信设备 虽然特朗普没有说明是哪一家外国企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但外界普遍认为这项命令是针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特朗普签署名为保障信息与通讯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 星期三正式生效 这一个行政命令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赋予美国商务部权利 在应对威胁美国的紧急情况时可以管制商业活动 同时这一项命令也指示商业部同美国其他的政府机构合作 在150天内制定执行计划 尽管有关的行政命令并没有提到任何一家公司或国家的名字 但外界普遍认为矛头是指向华为 以为美国在未来封杀华为打下法规基础 过去至今特朗普政府不间断地指华为设备将会被中国政府用作为间谍活动 去年美国已经禁止政府机构采购华为设备 而且要求多个国家不要让华为参与5G建设 面对美国的坚定指控华为作出否认 并且愿意和各国政府签署无间谍协议 未经许刑员 未经许刑 未经许刑